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Flashing John 今天我會教大家超頻 Nexus 9 至 2.5GHz Nexus 9 Tera K1 處理器是雙核心的處理器 出廠時鎖屏在 2.3GHz 今天會教大家CPU 超頻至 2.5GHz GPU 超頻至 1GHz 效能進一步釋放 之後會再做一個跑分 今天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來到這次Nexus 9 超頻教學 已經不是Flashing John 第一次教大家超頻 但說了這麼多次都沒有跟大家說過 超頻到底會有什麼好處或帶來有什麼不好處 今天先說為什麼我們可以把流動的設備 即是Nexus 9 或其他手機去超頻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歸功於各手機廠商方面 因為一般大家都看到 這次Nexus 9 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其實Tera K1 處理器 本身最高支援是 2.5GHz 但其實出廠時鎖屏鎖了 2.3GHz 那為什麼一些廠商會做這樣的決定呢 一來是想大家發熱的情況沒有那麼嚴重 延長設備的壽命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用作日後做一個提升 大家看到 S800 處理器用 2.3GHz S800 處理器用 2.5GHz 處理器用 2.7GHz S800 處理器用 2.7GHz 處理器用 2.7GHz 但它的CPU 價格有少少不同 這個就不能夠相提並論 其實都說完為什麼可以去超頻的時間 說回它有什麼好處 大家把這次Nexus 9 的 CPU 和 GPU 都一起超頻 最大的好處就是大家看到 它攪拌一個影片或3D Rendering 會更加流暢 其實在玩遊戲時大家都會感覺到 用一些比較重型的遊戲時間 它超頻後體驗會更加流暢 至於CPU 的超頻 它本身也說過 Nexus 9 Tegra K1 支援 2.5GHz 鎖屏鎖了 2.3GHz 今天和大家釋放 2.5GHz 的超頻 所以最主要是提升CPU 的效能 所以大家無論是開啟程式 或者是用上網的時間 有一個CPU 處理器 有一個要求的程式 也有一個提升 最重要是讓大家的流暢度有一個提升 使用的時間 讓大家得心應手 更加清心滿意 所以把CPU 和GPU 超頻 最重要是將它的效能提升 然後大家更加滿意它的效能 我再節省時間 這個跑分已經完成了 大家最明顯看到的分別 就是超頻後 Nexus 9 運行 3D Marks 時間 它會達到 26,000 多分 比起它出廠的時間 原裝沒有超到 GPU 頻的時間 大概是 25,000 多分 這裡有一個明顯的提升 所以大家可以將 GPU 超頻的時間 看到分數有提升 代表什麼呢 大家運行 3D 遊戲的時間 會更加流暢 GPU 超頻的效能提升 剛才和大家看過 現在再和大家規探 Nexus 9 CPU 超頻的時間 效能會是怎樣 因為這次的 CPU 超頻 由 2.3GHz 超頻到 2.5GHz 其實分別不是太大 所以這次差了 200MHz 效能會有少少提升 所以最主要是做超頻 當然未來會不會有更高的頻率 可以容許大家超頻 這個當然讓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如果大家做效能比對的時間 沒有超頻下的分數 大家可以回到我另外一條 Nexus 9 的影片 至於說到今次超頻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 2029 和 3389 其實都是 2,000 多和 3,000 多分的分數 所以跟上次 2.3GHz 的時間 分數不是太大的差距 但當然有少少輕微的提升 所以大家看到 無論如何 即是超頻不超頻 都比起其他 Android 的設備 其實都是大幅拋離 來到教學部分 先和大家說回 Nexus 9 要準備的試填準備功夫 首先大家要在Nexus 9 取得 Root 權限 如果大家還未有 Root 機 去看另一條片段 去進行 Root 機 在 Root 機後 大家如無意外 在Developer Options 中 USB Debugging Mode 已經自動拆上了 假如是未拆下或是 之前不拆下 現在先拆下 開啟 USB Debugging 模式 大家要安裝 Android 專用的 Terminal 用了大家用來超頻 平板電腦上要準備的功夫就是這樣 來到電腦方面的事前準備功夫 首先大家要去 FlashingJoy 網 或者在 YouTube 片段下方的 description 位置 找一個連結去下載 Elemental X 內核 當然是下載最新版本的內核 大家下載之後 這個下載之後 其實是一個 Zip 檔案 大家下載 然後將它解壓 在它下載的同時 大家要找回 上次和 Root 機的時間 安裝了 Android SDK 的檔案 找 Android SDK 檔案 然後開啟 SDK 目錄 進入 Platform Tools 大家可以看到 最重要是用 ADB.exe 和 Fastboot.exe 這兩個檔案 最重要 很快 Elemental X 的 .zip 超頻 kernel 下載完成 現時先把它解壓 解壓 因為這個檔案本身是推薦大家用 Recovery 安裝 但因為現時來說 都沒有一個功能非常完善 沒有 Bugs 的 Recovery 比 Nexus 9 大家建議用 Windows Command Windows 和上次大家去 Boot 機時一樣 進入 Boot 的分頁 在 Boot 的分頁中 看到有 Boot.img Ctrl C 將它 Copy 然後進入剛剛我介紹的 SDK 版面 裡面的 Platform Tools 然後在空白位置按 Ctrl V 將它 paste 上去 現在已經完成了 這個時間 大家要準備在電腦上的功夫 都已經完成了 可以去到拆機的部分 首先大家現在要拿回 Nexus 9 的平板電腦 以及 USB 線 將它與電腦連接 連接好之後 大家要去到剛剛 Platform Tools 的分頁 就是在 Platform Tools 版面裡面 去找一個空白的位置 然後按 Shift Open Command Window Here 開啟了這個命令示槍之後 就在裡面輸入 ADB Reboot Boot Loader 將Nexus 9 自動進入 Reboot Loader 內 剛才第一次有些硬碟 進入不了 第二次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平板電腦的時間 已經進入了 Blue Loader 這個時候去到剛才的 Command Window 的時候 然後去到剛才大家的 Command Window 然後輸入 Fast Boot Flash 接著 Boot 就剛才Boot.img Boot.img Boot.img 那個 可以再輸入 Fast Boot Reboot 大家的 Nexus 9 自動重啟了 這時候大家可以把 USB 線移除 刷機已經完成了 但超頻現在才剛開始 大家等待 Nexus 9 重啟 先把 USB 線移除 很快便自動重啟完成 這時候大家需要進入 剛才大家下載的 Android 專用 Terminal 開啟後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黑色 一個命令視窗的版面 進入這個版面之後 大家可以看著這個位置 輸入的命令指令 或者在片段下面的字幕位置 看到的指令 首先輸入 SU 以作取得 Root 權限 大家可以看到 取得 Root 權限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頂號 之後 輸入 ECHO 空白 空白 右箭嘴 斜線 SYS 斜 Module 斜 CPU 底線 Tegra 斜一斜 Parameters 斜一斜 CPU 底線 User 底線 CAP 然後大家按 Enter 大家可以看到 沒有任何 error 任何不正常的字樣 就代表大家已經成功超頻了 至於 GPU 方面的超頻 大家現時同樣 有一個指令 ECHO 984 6.0 空白 鍵 右箭嘴 slash SYS slash Kernel slash Tegra 底線 GPU 斜 GPU GPU 底線 CAP 底線 Rate 整句就是這個 命令的指令 大家可以在字幕的位置找到 然後按 Enter 同樣 沒有任何異樣出現的時間 代表大家成功超頻 超頻完成 當然可以按右上角有交叉的字樣 Close Window 超頻便大功告成 去查證是否成功超頻 很簡單 下載一個CPU-Z Apps 看到鎖頻鎖了2.2499MHz 2.5GHz 最後為大家做了 Antutu Benchmark 今次是Version 5 的 Antutu Benchmark 做了一個跑分 當然少不了這個跑分的軟件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比較完善 完整的跑分軟件 包括我運行到CPU效能 GPU效能 還有一些SD卡 一些讀取的速度都有 大家看到它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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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排名來說 已經是第七 對上也是Nexus 9 大家會否做了更高頻 超頻呢 暫時不知道 大家知道 不過anyway 今天和大家做了一個 跑分的時間 就都看到了 無論CPU和GPU 在超頻之後 都有更好的表現 在分數上 有一個量化的提升 至於實際的操作體驗 大家都會覺得 是更加順暢 包括可能是開Apps的時間 會縮短了 或者是上網的時間 更加流暢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以上留言 任何疑問 或者任何意見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發問 和提出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這個片段 今天就教大家 將Nexus 9 超頻的CPU和GPU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影片有用 也歡迎大家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看到更多 即時手機教學 和手機資訊 今天就先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